大家好,我是三喵,这人在朋友家就不邪猫上岗了 那么之前我聊过几期崇祯皇帝的话题 崇祯皇帝当然是一言难尽了 我知道大家会有一些联想 但是我用的是苹果,不是联想 崇祯皇帝很多一言难尽的事情 包括在他登基初期有一件事情叫杀袁冲焕 有人说袁冲焕这个人杀得好,他就是汉奸 当时没有汉奸这个词 很多北京的老百姓在袁冲焕被凌迟的时候 就是说袁冲焕就是个混蛋,争蛋其肉也 那么还有一些人觉得袁冲焕是个忠臣 实际上直到现在对于袁冲焕这个人 他的评价很有争议 而其中争议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袁冲焕杀毛文龙 对吧 那么这件事情 如果您把他的来龙去脉给捋一遍的话 您会发现这事,袁冲焕有责任没有 有 对吧 但是这更直接的反映的是什么呢 整个大明朝他的兵制 这里不仅是后勤补给 包括指挥 包括士兵调动全面的溃败 就是上面的权力收的紧紧的 但是底下已经是一个一盘散杀这样的状态了 这个时候不管是袁冲焕杀不杀毛文龙 那个辽东这个地方 大概率也是会烂下去的 当然最后崇祯皇帝会不会挂歪脖子树 跟这个其实关系不大 那个可能跟兵部尚书陈兴家关系更大一点 那咱们就从头来说吧 这个毛文龙呢 他是这个杭州人 他祖籍是山西 那么再后来呢 过际到这个辽东这边的这个亲戚家里面 然后的确有套掠 而且是善用兵 并且督造火药有功 那么在天启元年 整个的这个后金啊 就是这个清 他在不断不断的去袭扰辽东的时候啊 这个毛文龙的家人很多就在锦州被杀掉了 那么毛文龙呢 是起一只偏尸 然后去占领了一些辽东的海岛和沿海地区 那么这个史称镇江大节啊 不是现在江苏的那个镇江啊 是你可以认为叫镇鸦禄江大节啊 那么这次大节是整个明朝抗击后金能拿得出手的第一次大胜仗 当然了 毛文龙凭借这次胜仗也是在朝廷这边步步高升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吧 您就算高升了 您能指挥的兵有多少 当时正经的辽东这块啊 想靠着毛文龙这只偏尸啊 想去牵制后金没有问题 但是所有所有的牵制兵力得必须在这种主力给力的情况下 这只牵制的兵力才能最大化的发挥效应 hammer and anvil 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hammer 你再安防 那就真的是白挨锤白挨打了嘛 对吧 那当然了 毛文龙手底下的这些兵啊 后来元重换去猎取毛文龙的罪行的时候 12条 其中就有说他的这些士兵不听号令等等 问题是您让他怎么听号令 您让他怎么一切行动听指挥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当时中国是民族主义兴起之前 整个为什么而战 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理清楚 甚至在专注王朝 这个事情你是理不清楚 要么就是雇佣兵 对吧 这个为钱而战 你要么就是OK 你摇曳强迫你服兵役 那么还有没有别的了 好 撩人手撩土 那这块地方本身就是我们的 那么如果我退了 我的亲戚朋友就会被屠杀殆尽 那么我来守治理 您真的指望这个撩人手撩土啊 就已经有一点点你可以认为是 Patriot 爱国者或者民族主义 这样的一个前身吗 但是您不能指望当时的这种人 觉悟有多高 所以啊 毛文龙其实是这个给底下的兵很多很多的这种拿不上台面的东西 当然也不能说每个兵应该是给他的很多很多他信任的这些人一些拿不上台面的东西 而且这种袭扰作战啊 那么将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我到底怎么洗扰 那么我来洗扰的话 我到底是以把自己拼光了 那么给后劲一个重大打击 这样子值呢 还是我来保存实力 这样子值 所以说这种洗扰的兵力时时刻刻都要面临选择 我到底是要自保 还是要主动出击 这个问题 那么当然毛文龙能够选择的 那就是自保咯 因为自己怎么着也算是一个小军 如果这支兵力再不自保的话 那当然你站在大明朝的角度来讲 你连在这个整个的辽东先制的兵力都没有了 对不对 那么站在毛文龙自己的角度来讲 这是我唯一赖以生存的 那么我为什么要去主动出击呢 那么当然了 这个毛文龙自己的后劲是势不两立的 他为了打击后劲 也是用了各种办法 比如派了各种各样的间谍去到后劲 坏就坏在这个顶上 您派出的间谍到底是间谍 还是双面间谍 还是反间 还是什么 这你说不清楚啊 您是不是跟后劲有一些书信往来呢 对不对 这个本来吧 中国的帝制讲究的是什么呢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对吧 那么到了天启皇帝 就是完蛋 崇祯皇帝上台之后 那这位更是这样啊 那忠诚不绝对 那不是绝对不忠诚的事情了 是你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这个问题 而崇祯皇帝又非常想辽东一盘旗 对吧 这个高瞻选主为解决辽东问题指明方向 那这个时候他就急需要一位去把辽东的事情给办好 谁呢 袁冲换 因为袁冲换刚刚在宁远啊 在这个锦州这些地方拿下过大姐 当然了你要解决辽东这种问题 最直接的就是你这些军队的指挥怎么办 后勤怎么办 战斗力怎么办的问题 事实就是大明朝中央财政已经给不起这些辽东的这些兵 他的这个机样 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后来要加征疗响呢 对吧 而且如果是所有的东西都听朝廷号令 都这个寄谣都市去号令的话 那你对于这支牵制的部队本身 他就是非常不友好的 对吧 那我这个时候 我的这支部队啊 我给拼光了 那这算谁的 那当然毛文龙就不乐意咯 那寄谣都市袁冲换 当然是想着这个早早的给崇祯皇帝一个惊喜 非说袁冲换这事做的地道吗 也不地道 袁冲换说这个你要用我的这个主张啊 平辽纪五年可负 唉我在想啊 要是袁冲换他穿越到现在 看看中国男族这个劲啊 你说这一届一届换过多少这个七条都市不辣 改过不辣 换汤不换药呀 人家祖大奏也有理由说的 我之前是跟什么那样的对手队友去作战 我现在是什么样的队友 你再接下来这个明朝啊 输给诺尔哈 再接下来输给黄太极 再接下来输给多尔滚脸都不要了 对不对 这个如果整个整个的袁冲换 他们中国男族是这个样子 那他绝对不会说五年评聊这种事情啊 他说这种事情跟当年严世罗说的那个 进修什么赢一场啊 得一分 或者跟那个陈旭元说的那话 半质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只不过袁冲换比他们几个 至少他不怎么贪吧 至少他怎么怎么着吧 但是无论怎么样 这话说出来了 而崇祯皇帝呢 所以你也不知道崇祯皇帝是不是情商低啊 那但是他可能会觉得这种豪强壮业是绝对不能欺骗君主的 哎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个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叫不叫欺骗君主呢 你那万万岁一亿岁啊 从这个侏罗纪就白厄纪活到现在 哪有这样的君主啊 但是每个人都犯了欺君之罪 但是袁冲换的这条就被崇祯给逮住 那当然这个话扯远了 那你说到一开始的时候 你怎么样在五年之内去解决皇帝的心头大患之问题呢 首先要统一领导 找那个毛文龙去谈话 毛文龙不干呀 我为什么要交出兵权啊 这是我的全部呀 对不对 你让我交出兵权我还活了 所以说袁冲换既战毛文龙啊 也是请了上方宝剑的 哎呀 毛文龙也有上方宝剑 但问题是毛文龙的那柄上方宝剑是天启皇帝给的 这个袁冲换的这个上方宝剑是崇祯皇帝给的 哎 我拿本朝的剑斩前朝的官 这没有问题吧 然后就在一次教练当中啊 就整个把毛文龙给绑起来给杀了 当然了 杀了以后 毛文龙手底下的兵就不愿意了 对不对 袁冲换本来以为就是我把你拿下来之后 你手底下的这些兵应该听我的吧 这个杀人力为 就像那个什么现在那个曼联的教练腾哈格对吧 那个不让桑乔去吃饭啊 那个哎呦 这么惨 连食堂都进不了 可能是马奎尔或者那个拉什福德给他打饭去以为能立威 但是他未必做的好对吧 那个现在的足球教练想要立威可以啊 有人有人总是说福德森那个时候啊 那个他的这个威信为什么那么高对吧 那个小贝啊 或者谁吉格斯 敢有点越界的东西 福德森就吹风机模式了 问题是福德森整个的战绩好啊 你这个腾哈格这个战绩嘛 虽然你胜率挺高的 但是你给我解释一下 是怎么样输给水晶宫的 你是怎么样去输给其他的几个弱队的 怎么去买了一个一亿的安东尼结果 还是这个样子对吧 米兰球迷可见啊 我从来没黑米兰球迷啊 对不对 当然皮奥利好像也没好到哪去 但是战绩不行 那袁冲换也是遇到了战绩不行的问题 对不对 本来你说好的五年评聊 结果呢 这位黄太极不讲武德 来骗来偷袭 直接从长城一个关口 打到北京城下 打到广区门了呀 说好的五年评聊呢 说好的要把辽东的那些重制都给干掉了呢 结果自己的北京城门都快失手了呀 您这怎么解释呢 甚至啊 袁冲换还说我这部队打得很疲劳的 想进京休整 你想干什么 对吧 所以崇祯皇帝就开始对袁冲换非常的不满 然后你再加上善杀大帅是罪名 所以你事后看起来 整个辽东这个局是没法解的 对吧 这个财政的烂摊子 集权的烂摊子 崇祯这种性格的烂摊子 谁能解这个局对吧 你说句难听点的话 你就算是这个谁 什么诸葛亮 什么那个武虎上将 关与张飞这些人过来 那也不顶用啊 你看刘挺杜松那些人什么下场 这局没法解 只不过碰上了这个圆冲换 跟崇祯 尤其是崇祯 那这种性格 那叫什么 Accelerate Total Accelerate 我不说中文意思 你们自己查去 那么悲剧雅心 我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